雍正对甄嬛是越来越信任了 甚至连甄嬛提出的安抚敦青王和恢复华非位分的提议 他都听进去了 这就重困说明 甄嬛已经从众多嫔妃中脱颖而出 在残酷的后宫争斗中渐渐的占不了脚跟 但与此同时 一个危险的帽子也扣在了甄嬛的脑袋上 这顶帽子就是四个 干涉朝政 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后宫不得干政 因为后宫一旦干政 往往导致的结果就是 黄泉旁落江山易主改朝换代 但是有趣的是 因为干政而毁了自己男人江山的 不光有苏打姐这样的坏女人 也有好女人 鱼姬 西楚霸王项羽的女人 她和项羽的爱情故事流传千古之道 你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楚霸王 凭借的除了她众多的兵力 亲爷爷项燕的名号 最重要的是她拥有身怀惊世谋略的范曾 对项羽来说 范曾就相当于她的诸葛亮 因此她尊称范曾为亚富 但是有一天 范曾却离家出走 把项羽抛弃了 可以想象 失去了自己的诸葛亮 项羽的江山 自然会被人才记忆的游邦慢慢吞噬 但是范曾和项羽感情是非常深的 一生都在为她奔忙 为什么她会突然出走呢 这是史记 据史记上的记载 范曾是因为项羽中了离间计 而被项羽赶走了 离间计 真的能让项羽把亚富扫地出门吗 那项羽是不是太愚蠢了 看来这里头是另有眼前 于是一些史学家就推测 范曾离开项羽很可能是因为 鱼姬 这种说法并非凭空猜测 史书记载说 项羽喜欢带着鱼姬出征 范曾对这种儿女情长的英雄气短的做法 非常讨厌 而鱼姬这个人呢 对权力金钱没有任何欲望 他向往的是安静的 没有仇杀的二人世界 但可怕的是 他的这种情绪 却传染给了项羽 原本立巴山西气概式的项羽 渐渐成了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的项羽 这就显然不是范曾想看到的 在他的计划中 项羽应该一鼓作气 打天下做皇帝 而鱼姬的存在 故意成了最大的障碍 可这项羽偏偏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 他觉得亚父说的很对 但鱼姬说的也没错呀 于是他成了一个加班级霸王 在成大业和成家之间 痛苦的癌患 直到发生了一次刺杀事件 鱼姬遭到一名赤身的刺杀 虽然刺杀没有成功 但这件事把项羽彻底激怒了 从此他坚定地站在了鱼姬这边 反正大失所望 留下了一句 数字不足以谋 接着离间计离开了 鱼姬就这样 用自己的温柔香 毁了项羽的江山 尽管鱼姬本身是被动的 但他仍然被全军将士厌恶 在我们的剧中 甄嬛同样凭着雍正对他的宠爱 开始对政局加以干涉 而厌恶他的不是士兵 也不是亚父 而是比他们更难对付的 是其他女人 说到这里 有的观众会问了 都说女人祸国 现在连善良的鱼姬都成了红颜祸水 难道在古代就没有女人干政 有利于国家的吗 那实在是太少了 马皇后 朱元璋的结发妻子 俗称大脚马皇后 他也干政 但是人家干政干的是好事 朱元璋要赏赐他的亲戚 做官 他拒绝了 朱元璋要残忍的杀害功臣 他劝责他 不过朱元璋出了年的是有主见的人 为什么就这么听他老婆的呢 其实这一对的爱情 并不比霸王鱼姬要逊色 当年朱元璋落难 被囚禁不准吃饭 马皇后就把刚落好的饼 放在衣服里偷偷戴个长 结果把自己胸前的皮肤都烫坏了 有这样的身形做基础 朱元璋看中这位糟糠之亲 自然不起歪了 不过 马皇后干政却不亡国 最重要的还是 第一 他自己有才 第二 皇帝不是草包 否则 在古代 女子无才便是得的情况下 女人干政 还是误国的更多 那么 现在呢 男女平等了 女人从干政变成了参政 这是不是一种潮流呢 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位 她叫索尼亚甘地 是意大利人 毕业于英国的剑桥大学 她最大的人生愿望 就是做一名成功的家庭主 但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却偏偏嫁给了出身印度政治家族的拉基夫甘地 我们都知道 甘地家族是印度的第一家族 这个家族半个世纪内 出了五位政党主席 三位国家总理 索尼亚结婚以后 丈夫想继承家业从政 索尼亚坚决反对 她的想法和鱼姬一样 想和自己心爱的男人长相厮守 远离纷争 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拉基夫的弟弟和母亲相继遇刺身亡 家族里没人了 索尼亚的丈夫必须挑起这个担子 无奈之下 索尼亚接受了这个结果 但是命运给她开了个玩笑 丈夫很快也遇刺身亡了 这一来 家族的重任 甚至整个印度的希望都落在了这个意大利女人身上 怎么办 索尼亚完全可以带着儿子回意大利 过她的世外桃源的生活 但是她不能 因为她深爱自己的丈夫 更因为良好的教育 让她明白自己的责任 于是1997年 索尼亚正式踏入政坛 凭借着自己的才智 这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外国人 最终成了印度总理 甄嬛并没有生在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 但是有一点她和索尼亚很像 那就是她也出身于书香世家 并不是一个无知的夫人 但是即使这样 她就能继续干张了吗 半军一半 雍正会不会突然翻脸呢 还有皇后呢 她在计划什么呢 梅庄因为华菲的事情对甄嬛 现在是满心怨恨 这对好姐妹 又会不会因此而分道扬镳呢 下次电视剧时间 我们接着聊